我們如果寫了,比如說兩個sub,所以頭跟尾,記得喔 頭一定是sub 尾的話一定是and sub 所以有一個串接跟清除 那將來的對應關係 通常就是會把它變成一個按鈕啦 OK有沒有,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把程式寫在模組裡面 然後這個模組裡面有一個 Sharp叫串接嘛,一個叫做清除 那將來呢,為了方便讓它執行啦 那你說老師,那我直接在這邊執行,OK,不用按鈕,可不可以啦 但問題按鈕還是方便一些啦 OK,所以如果 假如希望把它變成一個按鈕的話 這應該上個禮拜有練習過啦,OK,所以其實 就是 比如說這個,我 再複習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記得喔,開發人員這邊有個插入 這個叫做按鈕 你就按下去之後的話 拖拉之後的放開 他就會問你說 你要指的是哪一個聚齊啊 其實聚齊就是 哪個Sharp的意思啦 OK,然後就串接 然後一般習慣會把名稱複製一下 主要原因是因為上面它都會是什麼按鈕起啊 所以通常會把那個名稱給貼上 然後你再做一次,這樣的話以後 就會針對我們要的那個 Sharp,然後可以直接 利用按鈕就很方便,它可以執行 OK,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完成像上禮拜的 這個動作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這個上禮拜是完全沒有自己寫一行程式啦 那今天開始喔 我們要開始自己寫囉 OK,所以難度又會再增加 一點點 OK,但其實也是跟前面 有點關聯性 那首先待會請各位幫我把那個 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括弧test上禮拜這個 工作表 我是建議可以把它分開來好了 所以把它再拖拉 加Ctrl鍵 就是複製工作表的意思 OK 有沒有,這兩個一樣啦 反正就是 保留舊的 然後呢 再繼續往前做 那這個的話呢 括弧就把它改成叫VBA好了 就是,意思就是我們要開始自己寫程式囉 好,那怎麼寫 首先當然 第一個 我們先產生一個 等於是說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這樣我們執行到這邊 第二的話呢 一樣切到VBA 所以 以後如果你不錄製了 你要自己寫 那你就是切到 VBA這邊來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寫這個 程式不是用路的喔 是自己寫的話 那接下來特別注意喔 你要寫在哪裡 幾個地方 其實你可以 寫程式的話呢 你可以喔 幾個地方可以寫 第一個 直接把它寫在這個下方就可以 然後呢 記得開頭一定是sub 什麼名稱 OK 這個是第一個地方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想 把這個程式喔 跟那個聚集錄製分開來 我不要放一起 也可以啊 如果你想說 把它分開 還有一個另外的方法 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模組 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呢 打開的就是 聚集的 這個的話就自己寫的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沒有問題 那怎麼樣自己寫喔 比如說我今天 寫一個 程式就是說 我今天呢 只要 先做第一件事情 把那個門號公式丟到 12儲存格裡面去 那我首先的話 我先打一個sub 這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sub 然後呢 那個 sub的名稱可以自己取 比如說叫做 想一個名稱叫門號公式好了 OK好然後 打這樣就OK了 就是sub開頭 空一格 他的名稱 然後後面要不要打什麼 不用 Enter就可以了 你想這Enter喔 那他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他會自己幫你加這個東西啊 你說老師那我要自己打 可不可以 那也可以啊 可是 他既然會幫你產生 那你 就讓他產生就好了嘛 反正他也不會出錯 OK 比較自動一點點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 怎麼樣寫那個VBA程式 其實那個寫那個程式喔 就是要從 最基本開始 比如說 我要怎麼樣把 把資料放在 某一個儲存格 那所以其實啦 後面其實就是說 要怎麼樣把公式丟到某個儲存格 那儲存格特別注意喔 你們可能要學一個物件 叫Sales CEL 加S 這個Sales喔 在這邊指的就是 儲存格的意思 那如果要指的哪一個儲存格的話喔 你可以刮符之後 他會跳 這個什麼 參數啦 他會問你第一個問題 RoleIndex 哪一列啊 哪一列 我要指的是這一列 這個的話 那所以這裡應該輸入多少 第2嘛 所以輸入2就可以 豆點 第二個問題呢 你要輸入到哪一欄啊 ColourIndex 那ColourIndex有兩種 表現方式 你用數字 如果1的話呢 你可以輸入5 OK 不過你會發現 老師那個2透點5 剛剛看起來 指的是15沒錯 但問題還要轉彎 很難理解 所以喔 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換一個方式表示 但是用文字 如果 然的話喔 你是可以用文字來表示的 那用這樣子的話喔 就可以表示什麼呢 表示 他的儲存格 就是在什麼呢 在12儲存格的意思 等號後面的話喔 請你加上雙一號 OK 那雙一號裡面其實先不要放任何東西 如果我要把公式 丟進來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可以把什麼 把 剛剛的公式 我把它再弄一下 把這個公式有沒有 這串公式 複製一下 直接就貼到那個雙一號裡面去就好了 OK 那就完成 輸入 公式到那個儲存格的這個程式撰寫喔 可是喔 有一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什麼地方呢 有沒有發現這個公式喔 裡面有很多雙一號 那 VBA裡面呢 他的雙一號也是拿來做 文字 開頭跟文字結尾的控制 可是呢 你這個公式裡面也有這個 哇 那會造成一個問題 兩邊會衝突 所以喔如果假設啦 我們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記得複製完 貼到那邊去 記得要取消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有取消喔 你會發現VBA切不過去 記得取消 然後VBA切的話 如果你直接貼過來喔 他會有造成錯誤 因為這邊有雙一號 這邊又有雙一號 到底你的那個雙一號指的是什麼雙一號 所以如果你貼過來的話喔 你把它移開啊 你馬上發生錯誤 因為他看不懂 所以為避免這個錯誤喔 有一個簡單的解套方法 就是呢 你要把這邊公式裡面的雙一號 一個要變兩個 一個 雙一號 要變成兩個雙一號做區隔 然後他就說喔兩個雙一號 那就公式裡面的雙一號 OK喔 那你說要怎麼改 比較簡單 我建議各位可以 開啟那個記事本 副屬應用程式 裡面這邊就有一個記事本 OK 然後我建議比較簡單的辦法就是 你剛才用編輯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取代 然後呢 尋找目標就是一個 一個雙一號 變成兩個雙一號 直接取代就可以了 對一定喔 而且漏一個都不行 以前我的做法是 自己手動改 但是很容易發生錯誤 常常改漏掉一個 因為像程式真的一個都不能錯 一個都 所以我建議各位用取代 絕對沒問題 這一招真的比較聰明 OK 取代一下 好 然後 再把這個公式呢 複製之後呢 你就直接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剛剛的這個 有沒有 這一段 雙一號的裡面喔 好 這樣子 就 移開看看 沒錯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先把公式裡面的雙一號 一個變兩個之後貼過來 就 絕對沒問題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runrun看好了 怎麼run 一樣喔 就是 把這個程式 游標放這邊 然後呢 你可以按一個8啦 或者直接執行都可以 因為只有一行 有沒有發現 他就把這個公式有沒有 丟到這個儲存隔離 並且把最後結果呈現出來 那你說老師那不是這邊裡面有兩個雙一號耶 那為什麼到這邊變一個 喔 這就他裡面 對 他自己知道說喔原來你兩個是公式裡面的 所以我過來之後我自動幫你再轉回轉回一個 OK 所以第一個 就完成了 那你說老師那清除怎麼寫 在底下如果要再寫一個清除的話 很簡單 把這一段複製貼到底下 那怎麼清除呢 其實第一個 把這個sub 改成叫做清除 第二個的話呢 把後面公式怎麼樣 對變成這樣子 這個儲存隔裡面 幫我放什麼 放 沒有東西 就是清除了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 那如果再把它run一下看看 這邊不見了 有沒有 這個執行 有了 可是你說老師那目前就一個耶 那全部怎麼辦 待會再說 太快 好 好啦 那重點我們 回顧一下 一 請你在這個地方 我是新增一個新的module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module2 然後輸入一個叫 sub 空一個門號 Enter 然後把這個 哪個儲存隔 裡面放公式 先打上去 那如果你假設 比較跟不上的話 雲端白板的第 第十四月這邊也一樣的公式 其實我剛剛一模一樣的城市 在這邊都有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我剛才選擇 我剛才講了 我安排 那 厚 來吧 現在 меня 我剛才看 在那邊 我剛才看 這件事